法新社11月3日报道称,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3日表示,俄罗斯正在增强北极地区的航空机舰并将进一步加强当地防空力量。 在弗拉基尼尔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加大力度扩大在北极的军事存在,该地区已成为一个战场。 多个国家对其具性负寒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的海底提出主权要求。 尼古拉耶夫·梅诺夫中将说,凡是由北方舰队基地的北极岛屿都正在配备可供全年使用的机场。 这些机场可供不同类型的飞机起降,包括大型运输机和战斗机。 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他的话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系统来监测北部通道的水上和水下情况,并全面控制我们在北极责任区的整个空域。 他说,继2015年在新的岛波数第一个防空团后,北极的防空系统也将得到增强。 他说,防空力量只会继续发展壮大。 过去五年来,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显著增强并起举行演习并建立高度独立自主的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包括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亚历山德拉岛上的北极三叉基地和新西伯利亚群岛科捷利内岛上的北方三叶草基地。 今年俄罗斯将在北极建成100个军事基础建筑物。 叶夫梅诺夫说,北方舰队的每一个北极机,必都能像轨道空间站一样在没有再补给的情况下自动运作一至一年半的时间。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五年来,他们的科考队在北极发现了十一座新岛屿和六个海峡。 普京在今年春天访问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时表示,北极的重要性巨大,既能增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又能确保其经济利益。 他当时说,北极矿产资源的价值超过30万亿美元。 除了能源资源以外,莫斯科还渴望开发北部通道,建造了一支强大的核动力破冰船队。 其中一艘船舰在9月份浮出全球变暖史的北部通道作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条较短,连接线路更加具有吸引力。 今年8月,一艘陨在异化天然气的俄罗斯游轮在没有破冰船协助的情况下, 仅用6天12小时经由北部通道完成了从挪威到韩国的4060公里行程,创下了纪录编译雄文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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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